欢迎收看7月22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小慧 新闻开始来跟进如佛六岁华裔女童廖家慧失踪案的进展 这宗失踪案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密切关注 不少人都积极提供线索协助寻找她的下落 但这也导致了社交媒体的假消息满天飞 让女童的母亲担忧这些假消息会影响搜索的进展 另外警方今天也扩大了Eco Galleria现场的搜寻范围 同时也把小家慧的哥哥和姐姐带回警局协助调查妹妹的下落 另外廖家慧的悬赏金额来到今天已经达到了7万令吉 警方今天上午再度出动K9搜寻犬通过小家慧衣服留下的气味 在她失踪的Eco Galleria一带搜查 搜查范围也从Eco Galleria室内和户外的广场扩大至后方的借助工地 警方也加强了边境的监控和巡逻 阻止家慧或被人拐带出境 不少网民提供讯息指在不同的地方 包括超市外新商关卡发现了女童的身影 也有不同人看到女童并不是单独艺人 甚至还有人声称看到女童被一名女子抢扯 甚至还被删耳光 这些网友表示都已经将线索告诉警方 针对这些林立总总不知道真假的消息 柔佛总警长M古马强调警方已经加大力度寻找失踪的女童 促请民众给警方空间展开调查 女童母亲廖乔欣则表示 女儿失踪后就未曾合眼 也未曾离开现场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女儿 她接受媒体访问时说 网上的假消息让警方的搜索变得困难 尤其庙友事件溢出 网上就开始流传孩子在庙里找到了 导致警方需要浪费人力资源四处搜寻 截至目前她没有收到任何的勒索电话 为了找到失踪的小女生 许多华裔网民自发将寻人贴文翻译成马来文和英文 发布到有足的群组呼吁协助寻人 也有商家自行打印寻人启事 张贴在商店外的各个角落 并派发给钱来用餐的顾客 还有网民在面子书筹款 声称要到佛堂点108盏的观音灯 另外也有个人公司和网红律师将朝上发动悬赏寻人 如今悬赏的金额已经达到7万令吉 来跟进警员杀女友案的进展 警方出动了蛙人搜证 今早在霹雳罗勒河甘榜寻货一把车钥匙 共有5名蛙人今早10点35分抵达相信是 嫌犯丢弃死者物品的地点 也就是距离河流桥梁的300公尺范围进行搜寻工作 11点20分在距离桥梁50公尺处找到了一把轿车的钥匙 其他找到的物品还包括化妆品 钱包以及手机充电器 在租车店工作的25岁女死者诺法拉卡蒂尼 本月10号移交汽车给客户后就失踪 警方15号在乌雪甘榜司里格尔当的一处游棕园 发现她的遗体并逮捕一名警员 26岁的嫌犯今天严扣妻戒满 身穿橙色囚服的他今早被警方押往新骨毛法庭 申请二度严扣 获得推示批准严扣7天到本月29号 协助警方做进一步的调查 如佛麻坡一名中年男子黄和阳被控于 本月16号在住家故意伤害70岁母亲 抵触刑事法典严重致伤他人条文 今天被警方押往麻坡第一地庭面控的他 在上庭时竟然脱墟 以马来文大喊 我是一个穷人 我患有精神疾病 随即恢复安静 所以为严重影响提控程序 被告聆听控状后否认有罪 法官允许被告以1万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案件则定8月20号重新提审 成交法庭文件和任命律师 但被告因为无法缴付保释金 已经被送往麻坡改造中心关押 随州一名华裔男子在退休后 沉迷于手机交友 在两个月内就花光了超过20万令吉的公积金 甚至为了网络女友四处向亲友借钱 在没有人愿意再借钱给他后 他竟然转向大耳聋借贷 导致妻儿无故被波及 姚女士今天通过民政党八升区部副主席 拿督陈建达召开记者会 指出丈夫在过去两三年突然沉迷于手机交友 甚至同时和几名女子在线上亲密互动 姚女士说虽然丈夫在提出公积金时 告诉她是用作投资 但姚女士相信丈夫已经掉入爱情诈骗 也担心如果她帮忙还债 丈夫会继续沉迷 从姚女士丈夫和这些所谓女友的谈话内容 相信她的丈夫是接触了由人工智能掌控的虚拟伴侣 最终导致她在本月15日接到大耳聋追债和恐吓信息 她当天已经前往警局报案 她也希望大耳聋可以向她的丈夫追债 而不是牵连她和其他家人 同样是非法借贷的新闻 水州一名50岁华裔散工过清安 因为上个月底经济陷入困境 在社交媒体看到贷款1万令吉 在三年偿还期限内 每个月只需要贪还200到300令吉 因此她提出了申请 却没想到接连两次坠入诈骗陷阱 被对方以各种理由 骗她在本月4日到8日期间 多次汇款到对方提供的银行户头 结果钱没借到反而痛失1万2千令吉 我借1万吗 她会 你又补了2千多块 她会补传给我 郭庆安今天在雪州社青团公共投诉 及服务组主任李文斌的协助下 前往警局报案 艺术家利用岩石的天然形状 创作出两幅栩栩栩如生的海归壁画 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拍照 让彭亨州关丹的丹众布林顿海滩 一溪之间成为了打卡胜地 随着媒体报导 艺术家创作了这两幅分别5公尺和10公尺高的海归壁画后 让丹众布林顿近日成为日门景点 不少前来登山 欣赏日出或日落的民众都会步行到海滩 发挥各种创意和巨大的海归合影 形成逗趣的画面 职业医生阿莫三汉日前 在社交媒体发文提醒民众 切勿引用一般被称为 Copisongkot的咖啡 因为这一种咖啡里面含有的 锡多分成分只能够通过医生处方取得 如果没有摄取正确的剂量 将会出现头晕头疼 作呕腹泻肌肉疼痛 心跳加速中风等症状 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虽然卫生部已经禁止销售 并证实这一款咖啡百分之百有毒 但市场上还是在非法销售这一款咖啡 森美兰芙蓉中华中学EP1962年的毕业生 虽然已经毕业60多年 但在过去的30多年都坚持每年同学聚餐 深厚的情意令人为之动容 发起人何玉珍透露 自1992年福州校友会举办的花城宴后 第三届的毕业生每年都会举办老同学聚餐 除了同学也会邀请老师出席 今年6月的聚餐出席者有25人 包括同学和配偶 唯一的遗憾是随着老师相继去世 今年的聚餐不再有任何一位老师的身影 来看国际新闻 过去几周面对党内人士的施压后 美国总统拜登周日终于宣布 退出了2024年总统大选 并表态支持副总统贺锦丽 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现年81岁的拜登周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 相信自己辞职将符合政党和国家的最佳利益 消息人士透露 拜登直到周六晚上都还打算挑战连任 但却在周日下午突然改变了主意 目前距离民主党预定8月19号 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不到一个月 拜登此刻宣布退选将会带来种种的问题 包括新人选是否有能力打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拜登在另一则贴文支持副手贺锦丽 被提名为新的总统候选人 对此59岁的贺锦丽表示将会争取党内提名 但现阶段要团结内部击败特朗普 贺锦丽的父母分别是非裔亚迈加和印度移民 如果获得提名 她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代表主要政党 竞选总统的亚非裔女性 拜登宣布不再争取连任 英国德国等多国领袖都发表声明支持拜登的决定 并感谢他在新冠疫情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国际事件展现了全球领导力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也迅速发文 批评拜登不适合竞选和担任总统 更自夸 如果对手是贺锦丽 他能够赢得更轻松 中国深圳知名私立中学后的书院 因为资金链断裂 拖欠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大约644万令吉的租金 全校1000名师生被物业管理公司赶出学校 据悉书院也拖欠所有的教职工一个半月的工资 日本多地周日持续高温 34个都道府县发出了重暑警戒警报 东京都超过50人重暑送医 四国境内的JR铁路部分路段 更恐怕因为超过摄氏60度的高温 导致轨道变形 被迫暂停营运 新一波破季路的高温正在清洗美国西部地区 气象预报显示 从南加州到爱达河州的北部各大城市 7月24号左右或处于华市三位数的气温 加州死亡股的气温 更预计将飙破摄氏49度 菲律宾各劳工团体周一举行抗议活动 呼吁即将发表任内第三次国情资文的总统小马克思 将提议的每日工资增加150匹索 也就是大约12令吉的法案确认为紧急议案 中国报粉红社首次举办杰出商财奖 旨在发掘和表彰各领域表现杰出的 企业和女性企业家 粉红社杰出商财奖一共设有7个奖项 提名截止日期为8月31号 欢迎各位女企业家踊跃报名 我是小慧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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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